我们圣诞节都在干嘛 都在逛街啊 板桥叶旦城 好烂耶 人多抱好吗 你不要再来叶旦城哦 大家好我是 桥本事务所 没错 又到了年底了 没错 年底的第一个价值是什么 圣诞节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今天主题是 日本圣诞节为什么都吃肯德鸡 没错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行销策略 它就是一个行销策略 然后你知道肯德鸡日本 我如果没记错了 你知道日本肯德鸡 什么时候开始营业了 1970年的样子 哦1970年 好像在大阪开第一家 如果没记错了 是大阪开第一家 1970年 然后呢 圣诞节为什么日本要吃肯德鸡 就这些大阪的 嗯 在1974年 你知道吗 哦 四年后他决定 我决定要卖他们肯德鸡 因为圣诞节不是要吃那个 烤火鸡之类的 只是国外的习俗吗 日本人就爱臭热闹啊 重阳内外吗 所以呢 就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日本圣诞节 都要吃肯德鸡 真的喔 他们买到排队喔 还要约约 你只要跟日本人说 为什么你们圣诞节 都要吃肯德鸡 他就会笑一笑说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今年2021 没错 即将要结束了 没错 我们来看看肯德鸡 今年的套餐有什么 今年的套餐 他现在有讲喔 12月17号之前要预约 我相信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已经 来不及了 他这个好像就是那个 特别菜单就对了 就圣诞节的特定套餐 那什么 special menu那种东西 就是你只有这个时候订才一样 季节限定 好 买看看今天我买什么 每年其实都一样 其实都差不多啦 其实它都会有什么呢 炸鸡 蛋糕 还有一个点心 可能是焗烤的什么东西之类的 所以这个 我们来看看今年的第一个套餐多少钱 第一个套餐 4100 有几块炸鸡 8块 还有附一个什么 巧克力蛋糕 还有附一个什么 这个好像是焗烤的 不知道什么 鸡肉焗烤 还有呢 下面还有附你一个盘子 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有绘画质的盘子 那明明就是一个盘子 然后桶子也不一样 可能今天也比较花草 这么大桶吧 第二个套餐是什么 第二套餐是鸡肉条加炸鸡 几块加鸡 4块 几个鸡肉条 4个 其他东西都一样 那这些套餐里面 它还有那种 这种是什么 餐盒系列的 个人餐盒 我觉得这就是双人套餐的 台湾的那种双人套餐 分两番 不是又一样吗 差不多啊 还有分大小 对啊 然后呢 最可怕的是 它有一个 在圣诞节的时候 肯德鸡都卖什么的 炸鸡 那他们竟然在圣诞节会卖什么 烤圈鸡 完全预言 喔 树内圈鸡 好猛喔 它是去哪里钓货 他们有烤鸡设备吗 我不知道 它后来去Postco那儿钓货 有可能啊 然后会 夹备给你 然后还有卖什么 还有这个是鸡腿排 卖烤鸡腿 烤鸡腿 总之一句话 肯德鸡在圣诞节 日本肯德鸡是有喊的 烤圈鸡 烤圈鸡 还有圣诞大餐 没错 它就是大家都会吃这个啦 你觉得这个风俗跟台湾很像吗 像啊 我们台湾会 圣诞节吃肯德鸡吗 好像没有特别限制耶 我们圣诞节都在干嘛 都在逛街啊 板桥耶诞城 好热喔 人多抱好吗 你们不要再来越大丑了 我要去吃个面线 因为人有多多耶 板桥人的愤怒 板桥人的愤怒 就四五点 然后人一堆 到哪都塞車 不要说别的 我连摩托车我都骑不定 你不要说别的乌 那个什么 U-Bike U-Bike 哼 只能用签的 很气 所以台湾圣诞节好像没有特别吃什么 没有 台湾也跟日本一样有 这样的营销策略 嗯 是什么节日 中秋节 没错我们台湾圣诞节 啊中秋节要干嘛 中秋节烤肉 它就是一个广告营销出来的东西 这并不是一个风俗 没错 就是反正广告 但叫做广告里 每天被熬 对 中秋节不烤肉就是一种怎样 就是不合群 你不合群 你不按爷家人 你中秋节家人不烤肉 你没有温暖 没有温暖 就跟日本一样 日本圣诞节要吃的 一定要吃肯德鸡 你没有买肯德鸡 你家里都不对 就是不对 就是不对 你没有温暖 大家都一买肯德鸡 那一天大家也会吃一下肯德鸡 印鸡 我们来看看 它这个已经多久 非常久 印鸡刚刚说1974年 开始有这个行销活动 大白人就是很会玩 对 反正那种人骗他们 我们来看看广告的部分 第一支广告是什么时候的 1981年 非常好 连我都还没出生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支广告是什么的 好的 非常好 你们来看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这个广告 我们学会了两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什么 Chicken 还有呢 Christmas Kentucky Christmas 对 我们跟日本人说 这个圣诞快乐的时候 我们要说什么 Kentucky Christmas 这里面一个单字 逗笑他 拿出大碗本色 就是 不是肯德基吗 是Kentucky Christmas Kentucky Christmas 这是19多少的 1981年 我们来看看第二支广告 第二支广告 第二支广告是1986年 1986年也还没出生 那我还没有出生 我们来看看第二支 今年的Party Barrel 是 Chicken Sarada Party Set Sarada Topping 也有趣 奢侈的 Boot 一支的冰箱 一支的冰箱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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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没等到晚 我们来看看 Party Barrel Kentucky Fried chicken 非常好 过了一年 它从两千多块 变成3000多块 Boot 好乖 这个圣诞19 这个是多少 1986 1986年 面子套餐里面 然后我复习下 它有什么 炸鸡 炸鸡 还有什么 Sara Sara 还有 还有 冰棒 不是冰棒 是冰淇淋 冰淇淋 然后它有附什么 它有附盘子 Party套餐 哇哦 台体那些都没有附耶 对啊 刚才就做一些纸盒制 对 送你一个盘子而已 没错 你看1986年 进步了 多有诚意 果然是泡沫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 泡沫时代啊 然后那时候1986年就泡沫经济 什么没有钱最多 没错 好下一支 知名女星 知名女星 这是什么时候的广告 这是2010年的 2010年 哇 十年前耶 对 是十年前吗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个女星 Kentucky Christmas Kentucky Kentucky 这个广告没有办法突浅它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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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 他现在真的很好 他结婚了吗 还没有吧 他如果再结婚 我再也不踏上日本就快土地了 谁结婚了 就像很多人结婚 对 都没有问过我 都没有经过我的意义 他说没有经过他要结婚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为什么想要同意一下 他说没有经过他要同意 有那个什么最近不是那个谁 寻愿皆一吗 他现在广告一看就心痛的 不得了转掉 所以任天堂以后要找没结婚的 林奈瑶可以喔 可以喔 这个是林奈瑶的广告 他真的没有变耶 12年前跟现在一样 包养得很好 这个广告好像就没有什么 就拿着一个特制的桶子 然后什么 一选小朋友 232425 对 就这样子告诉你我们卖套材的 可以来预约了 是我的妈呀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你今天是他们主题曲都一模一样 是吗 对 真的 就是要省那个板准分 都同一个 好 今天的最后一支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支 日本人 我们再复习一下 日本人圣诞节要跟他们说什么 Kentucky Christmas Kentucky Christmas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年的Kentucky Christmas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支广告 今年的喔 Kentucky Kentucky 这个唯一就是Kentucky爷爷 Kentucky爷爷 就穿上了圣诞节的衣服 对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刚才是2010年 很耐年了 现在是2021年了 好 经过这么多时间 他桶子同一个 他老实说没有换 他们桶子没有换 对啊 好像没有换 就是肉 就是舍了设计杯 哈哈哈 就是这个 这个广告好像每年都有耶 对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广告都有一个特色 圣诞节 吃Kentucky 嗯 但你发现这些广告 完全没有在介绍他有故事 哦 对 只有刚才那1986你来了 以前的才有什么 还有跟你说有炸鸡喔 是不是 现在都没有 现在讲究的就是一个氛围 现在讲究的就是一个氛围 对 圣诞节 你就是来给我嘛 对 吃什么不重要 你今天晚上 你今天身为一个日本人 不管你是爸爸妈妈 嘿 你今天回家 没有拿Kentucky 小孩就是不感谢 就是哭了 就是我同学朋友 那我要Kentucky 我同学朋友 为什么我没有 对 Kentucky 你都舍不得我 呵呵 这日本人都很迷这件事情 真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圣诞节 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买Kentucky 对 如果你在日本 你要买Kentucky 不能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 你很难有什么话题 因为我们隔天都会问 你有吃Kentucky 哦对 对 我买Kentucky 对 好啦 今天的主题是 今天主题是 日本圣诞节 为什么都买Kentucky 没错啦 这一天 这几天就要够什么了 圣诞节了 我们在这里祝 大家要什么 圣诞快乐 不是 Kentucky Kentucky Christmas 呵呵呵呵 呼你起娘 好啦 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 请大家订阅 按赞小铃铛 订阅 按赞小铃铛 如果你在做日本生意 如果你有日本朋友 不妨 在这几天 买个肯德基 打打上传 没错 附上一句话 Kentucky Christmas 非常好 你这样可以是因为 你就可以成为大版人 没错 好啦 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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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